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虽说世界上每天发生的奇葩事千千万 但是有些事的奇葩程度 简直超出正常人的接受范围 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据每日邮报报道 美国一名男子与自己的母亲发生了关系 并且还被男子的妻子撞破 报道中称 这件发生在马萨诸塞州 男子名叫托尼·拉维依今年43岁 他的母亲叫谢丽尔·拉维依今年63岁 媒体报道称 5月20号 警方接到了该住宅发生骚乱的报警 当时托尼的妻子洛丽·拉维依的表亲就在现场 警方说 这位表亲告诉他们 当时那对货真价实的母子在沙发上 那令人震惊的一幕 正好被突然走进客厅的洛丽撞见 然后他就给自己打了电话 据有关部门透露 目前托尼和谢丽尔已经承认 他们于5月20号 在飞起宝克拉伦登街的家中 发生了双方自愿的性关系 这样的事情也是第一次 当警察问这对母子为什么会这样时 托尼没能说出理由 还告诉警方他希望得到治疗 而这件事的另一个主要人物谢丽尔表示 近期的月来 他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暧昧的行为过后 就升级到了这样失控的局面 但是这样的事一旦成为了事实 就算只有一次 也会让人感到不适 更何况托尼的妻子 还亲眼看到了这荒唐的一幕 那感觉估计比吞的苍蝇还恶心 洛丽告诉费西宝警方 一直以来 他就在怀疑他们两人有亲密关系 他本人一直希望婆婆搬出这所房子 但是早就和丈夫分居了的他 并没能等来他婆婆的离开 同一个屋檐下直到本次事件的发生 但是目前不清楚两人 还有没有继续生活在一起 无论怎样 事情还是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这对母子如此不堪的行径 被召告天下之后 被控乱伦 并且一旦定罪 最高可判20年监禁 然而 母子两人在8月首次出庭 他们均否认自己有罪 法庭记录显示 他们被传讯后缴纳了个人保释金 随即又被释放 法官命令两人保持距离 另外 在10月27号 他们还将出席法庭的审前听证会 虽然结果还没有出来 但是照现在的情况来看 这对母子被定罪的可能性 还是挺大的 就算没有被定罪 这种事情传出去之后 他们也只能被钉在耻辱柱上 任世人批评 毕竟这样的事违反人伦 在任何情况下 都是不能跨过的红线 他们相当及时 终尤心 保持车 邀请 感谢观看